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史上最简单的内网穿透的一个方法 无需外网IP 无需动态域名解析 就可以在外面用手机的流量直接访问家中的NAS共享网盘 下载或者直接播放你家中硬盘上的小姐姐的视频 或者查看你家里硬盘上面的文件 非常方便 而且速度非常快 其实这个神奇的方法就是在你家中的电脑上面去安装一个TeamViewer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个人使用完全是免费的 然后在你手机上面也安装一个它的手机版的TeamViewer 这样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随时随地的连到你家中的这台电脑上面 实现内网穿透 直接进入你家中的局域网 随时随地的查看你家中的小姐姐的视频和文件了 也可以直接登录你家中的路由器的后台 如果你家中的电脑已经科学上网了 那么你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用手机连到你家中的电脑上面直接来看油管的视频 OK 那我们开始吧 Let's go OK 欢迎来到我的电脑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我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种方式的话 我建议大家使用笔记本电脑 因为笔记本电脑的话比较省电 然后我是在我的两台电脑上面安装了这个TeamViewer 这一台电脑的话是看一下TeamViewer 这台电脑的话是苹果的MacBook Pro 我在上面安装了这个TeamViewer的一个软件 并且呢我这台电脑保持24小时的一个开机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笔记本的这个屏幕的那个亮度啊 调到最低 调到最低这样的话会更加省电 因为你这台电脑的话必须24小时开机的 这样的话你人在外面才能用你的手机随时随地连到这台电脑上面 通过这台电脑作为一个跳板 然后呢通过它 然后进入你家的那个局域网 然后通过这台电脑 去访问你家局域网里面的那个网盘 NAS网盘啊 包括你这台电脑上面的硬盘上的小姐姐啊 你的那些文件啊 并且如果说你想要设置你家里面的路由器 想要登陆你家的路由器后台啊 都可以通过这台电脑作为一个跳板来进入从而实现的一个内网穿透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呃 个人用户的话 通过这个teamviewer可以捆绑两台电脑 我这台是笔记本电脑是我的一台主力机 然后呢 我会用它 我会将它24小时处于一个开机状态 这样的话我的手机 或者说我在其他地方 可以从用其他的电脑连到我的这台家中的这个电脑里面 做一个跳板就可以进入了 OK 那我们就到我的另外一台电脑去让你们去看一下 我的那个另外一套windows的电脑 windows的电脑上面 我也安装好了这个teamviewer OK OK 这是我的另外一台windows的一台电脑 这是一台台式机 所以说呃 台式机的话呢 比较费电 所以说这台的话 我平时我都是关机的 我的主力机的话 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那台那个苹果的MacBook Pro的这台笔记本电脑 这台电脑的话呃 这台windows的话 我也安装了这个teamviewer 所以说我现在的话 一个账号 现在捆绑了呃 两台我的电脑 然后呢 我待会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用我的手机 直接登录 直接连到我的这两台电脑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 呃在直接去播播放油管上面的 直接播放油管上面的视频啊 或者说直接呃 去查看你家中的那个消极的视频啊 都是可以的 OK 那我们到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呃 欢迎来的我的手机 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机上面也安装了这个teamviewer的这个手机端的一个软件 然后呢 我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端 然后直接呃 从外网连接到那个我家里的那个电脑上面 从而实现了内网的一个穿透 OK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把WiFi关掉了 可以看到我现在我那个无线WiFi无线网络的话 我已经关掉了 现在用的是我的5G的流量 可以看到上面的话是5G的一个流量 然后呢 我打开这个teamviewer 点开它以后呢 这边的话也很简单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点击这边的一个计算机 然后我这边的话计算已经我我现在已经登录了计算机的话 点击我的计算机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两台我的电脑 一台MacBook Pro 这是苹果电脑 另外一台的话是我的那个Win10的一个电脑 那我拿那个Win10电脑来作为一个举例吧 然后我点击这个Win10的电脑 点击它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几个按钮 有远程控制 这个的话就直接远程登录到你的那台呃电脑上面了 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叫文件传输 这个的话就是从你的那个手机上传文件上传在你的那个家里的台式机 或者说从你的那个呃家里面的电脑 把文件下载到你的那个手机里面去 双向的文件传输都是可以的 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啊 待会我会会演示怎么样用它 OK 我们先演示一下怎么样远程控制点击它 然后呢都不需要输入密码的 因为在那个电脑段已经配置好了 就是直接默认 就是你绑定了你这台手机 可以看到现在这台手机已经 我已经登录了我家里的这台台式机 然后呢比如我现在正在看那个油管 我已经打开了这个油管 那怎么样看这个油管呢 我们比如啊这边的话点击这边的我暂停了嘛 点击播放 非常简单的小机模型机进去以后 这是我的视频 暂停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比如你要看哔哩哔哩的视频 那我们这边点击哔哩哔哩 比如这边点击哔哩哔哩 然后呢去播放直接在在线播放 比如我们想要播放这个小姐姐的视频 点它一下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台手机去播放你家里面的小姐姐的那个视频 而且它是有声音的 OK啊 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屏幕的话可以缩小放大缩小 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比如你这边的话想要看其他的啊 售邮件 那你可以点开这边的一个啊 售邮件 收你的那个gmail的邮件 或者说看地图 或者说你这边的话想要登录你家的软路由 这边的话是我家里的那个软路由的一个地址 通过这个远程登录 就可以那时间内往创透了 我们这边选选的一个叫我的那个用文密码 就可以登录我家的那个路由器的那个后台了 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路由器后台也已经登录了 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应用 实现了内网的一个穿透 那我这边把它那个再回到任务栏 如果说家里面你安装了那个 那个Plex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应用的话 多媒体的那个服务器的话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直接看家里面的电影 可以看到 也是非常流畅的 直接可以看的看电影看家里面的那个电影 所以说实现了内网的一个穿透 看电影也是可以的 那怎么样去访问你家里的那个文件呢 我们点开我的我的自用管理器 点开自用管理器你可以看到 这边你可以直接访问你家里的这台电脑 上面会放大一点 可以直接访问你家里面的网盘 比如这边 我的那个31.88是我的一个网盘 我们点开这边的一个 SDC的一个文件夹 这里面我放了小姐姐 可以看到 你可以直接打击 点开这边的一个小姐姐进行播放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大 全屏 全屏了以后 让我往往往看一下 你看到小姐姐的视频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应用进行一个播放了 双击就可以播放 我们这边双击 OK 你可以看到小姐姐也可以正常的一个播放了 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这个这边直接可以 可以通过这个直接看你家中网盘的小姐姐的一个视频 包括你这边的话可以直接打开这边文档双击 可以查看你家中那个NAS网盘上面的文档 直接可以查看 OK 所以说非常方便 实现了内网的一个穿透 然后呢 如果说你要拷贝资料 从你家中的那个硬盘上面 把资料拷贝到你的手机里面 你们该怎么操作呢 那这边的话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我现在先把它退出 退出这个team viewer关闭 然后呢 确定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文件传输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文件传输 就可以直接连到你家那台 电脑上面进行一个文件的一个传输 看进去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有C盘 D盘 有各个盘府 那我这边的话点 再点开我家的电脑里面的C盘 然后呢 我点开这边的迅雷下载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拷贝文件了 比如我把这个建筑运动这个文件选中它 这是我在我的家里的电脑上面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 选中了以后上面有个按钮的 点它一下 跳转到我的文件 跳转我的 那这个这个的话是我的本地手机 那我的手机里面的话呢 我给它到我的下载 点一下 然后呢 那我这边给它粘贴一下 粘贴 那我这边已经有了 那我这边点击覆盖 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就直接粘贴到我的本地本地的手机里面了 那我回到桌面 然后呢 点开这边的一个文件管理 手机的文件管理 然后呢 我们我打开这边的手机 然后回到这边的download下载文件夹 就可以去看到我这刚才下载的那个文件了 哪里呢 在你看 建筑运动 这个文件已经从我家里面的那个电脑上电脑的硬盘上面 拷贝到我的那个本地手机上面了 所以说是非常方便 非常实用的一个内网串透的一个功能 OK 那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去安装这个teamviewer呢 OK 欢迎来到我的电脑 首先我们要打开这个teamviewer的一个官方网站 然后我会把这个网站的网址放在这个视频的一个下方 然后呢 点开这一来以后的话 这边可以看到 它有好多版本 有windows版 Mac版 Linux版 ChromeOS版 Raspberry Pi 也就是树莓Pi Pi版 Android版 和iOS版 我这边用到的就是两个版本 一个是windows版和一个安卓版 安卓版的话是装在手机上面的 windows版是装在你的那个wind10台式电脑 台式机电脑上面的 或者笔记本 你的wind10笔记本上面的 或者我还用到了这个Mac 我的那个MacBook Pro也安装了这个版本 所以说这装好以后就可以捆绑了 然后这边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windows版 其实跟Mac版其实差不多的 我先这边安装一下windows版 点击这个windows版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边下载64位的 我这边是wind1064位的 那点击下载64位的 OK我们这边点击开始下载 这个软件也不是很不是很大 也就是35兆左右 OK下载完毕 那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打开 进行安装 OK那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这边的话选择 以安装词默认 被配并配并设置无人职守访问 我们这边点击 这边无人职守访问 点击第二个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接受 下一步 然后这边点击是 OK 其实安装很快 OK安装完毕 可以看到这边周边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图标 然后这边的话 我点击我接受 这个 我接受这个UELADPA 然后点击继续 然后点击关闭 好安装好了以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配置 双击 双击了以后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会出现你的那个 电脑的ID和你下面一个密码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需要去登录 登录你的那个账号 你需要去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的话 你在手机上面远程登录的时候 就不用每次都要去输这个密码了 是更加方便 让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一个登录 然后呢 输入你的那个用户名的密码 用户密码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边点击这边的一个注册 你用你的那个电子邮箱注册一个 然后他会发一封邮件到你的邮箱 然后呢 你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的一个简单 我这边就不演示注册了 那我这边就登录一下我的账号 然后这边点击登录 然后登录 然后登录了以后的话 你这边有一个勾 就是授权了 这个这个我的那个 刚才登录这个账号 就授权给他打上勾 授权了以后的话 就是你的手机段去访问的话 就不需要每次都要输入这个密码了 而且这个的话 当你的电脑重启 重启了以后的话 他也会自动的去 开启这个 远程访问的这样一个权限 所以说不用每次都要去输入那个密码了 这确保你这个开机重启 这个加入你的那个开机重启的那个选项里面 然后呢 我们这边的话 看一下这边的设置 其实设置的话 只要选择默认的就可以了 点击点开这边的设置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账户 也不需要动的 安全性 不需要动 远程控制 这边也不需要动 会议也不需要动 音频的话 这边你把这边的音量调到最大 因为你的电脑需要把这个 如果你在你的电脑上面去播放 那个油管视频啊 或者播放小姐姐的视频啊 那你这个音量的话 要把它调到最大 然后在下面的视频 这里的话也不需要修改 自定义也不需要修改 高级也不需要修改 所以说非常简单 就留默就留默认的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电脑端的配置就已经完成了 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 OK 那接下来的话 到我的手机端 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的手机端去使用 OK OK啊 欢迎来到我的手机 在手机端的话 我把我已经把刚才那个teamview 已经卸载掉了 在手机端就去安装这个teamview的话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你可以打开这个 他的他家的官方网站 就是这个teamview 就是我会把这个网址 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在他的官方网站上面 直接去下载这边 打开网址以后呢 我们选择这右边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安卓 直接点一下这个安卓 然后你去下载这个安卓版的 直接点击这边下载teamview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的话 就通过这边的谷歌应用商店 点击这边的play store 然后这边搜索teamviewer 搜索点击这边的一个搜索 搜索一下这边的一个teamviewer 就可以直接通过谷歌应用商店 点击这边的一个install 就可以安装了 那我这边的话返回到桌面 那我这边的话 给大家演示怎么样 从他的官网上面下载 直接点开这边的一个chrome 然后呢 点击这边的一个 就点击这边的android 点它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下载teamviewer 直接从他官网进行下载 点击它 然后他会弹出一个下载的一个pop up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人员下载 好 好下载完毕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打开 直接打开它 然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一个本次允许 直接进行一个安装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安装 好 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 可以看一下这边teamviewer 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我们点打开这个teamviewer 打开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全部要点同意 接受ERUA 同意隐私政策 同意 同意 好 同意了以后 然后点击同意并继续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些介绍 入门指南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入门指南 好 进去了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登录 用我们的刚才注册的那个账号 去登录我们这边的一个手机版的一个teamviewer OK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齿轮 然后这边有登录或注册 点击它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再输入一遍你刚才的那个邮箱和密码 对 我们输入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登录 好 然后这边的话指纹解锁 我们这边点击暂时跳过 OK 然后跳过了以后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设置 然后这边的话 确保这两个打开 就是播放计算机 声音和音乐 这个功能的话 就是确保你在用这个手机 连到你家里的这台电脑上面的话 通过它来播放那个youtube 或者播放bilibili 或者播放小姐姐的视频 那你的声音的话 就能通过这个手机传出来 就是你的手机的话 你能够播放这个声音了 你的电脑上面的声音 会传到你的手机里面 这两个按钮都要打开的 默认它是默认它是打开的 这个udp最佳性能和那个声音和音乐 这两个默认都是打开的 OK 我们返回 然后点击这边的一个计算机 然后我们看一下 打点下这个计算机 这样就看到两台计算机 已经在这边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再点击这个 第一台计算机 就可以直接连到你 你家里 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